第五十章 牧城神尊的画材落下 把门口光芒四射 轻拳一把抱住李瑞颖 将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下巴抵在李瑞颖的头上 小心的保护着 等光芒散去 众人张开眼看周遭的情况 周天奇看到清玄抱住李瑞颖 愤怒而上前要拉开清玄 但清玄现已化为凡人之躯 周天奇又怎么碰得着清玄 于是周天奇更加生气 大声的吼叫 要清玄放开手 清玄才放开手 周天奇立刻飞到李瑞颖前 对清玄言辞肃穆 他女儿才16岁 吃他女儿的豆腐要不要脸 学破当起了何事啊 党在清玄前 周天奇解释 清玄是怕李瑞颖有危险 才抱住他 是保护 不是吃豆腐 周天奇还是怒气难消 只保护有其他的方式 手这么不老实 要他怎么放心 让女儿跟在他身边 不准清玄接近了李瑞颖 听到不能跟在清玄旁 李瑞颖慌张了 也跟周天奇表示 清玄哥只是在保护他 没有对他做出不礼貌的动作 学过又说 清玄是真心的疼爱这个徒弟 才会一点风吹草动 就紧张李瑞颖的安慰 看着周天奇他们的纷争 诗文奇与李瑞颖妖王 讲起了悄悄话 诗文奇说一个拥抱 周天奇就这么大的反应 哪要是清玄哥有其他的想法 周天奇不就带领小鬼们 去跟清玄哥火拼呢 李瑞颖妖王回有可能 真为难 到时候该帮谁呢 轻松的语气 看不出来有任何的为难之意 牧尘神尊受不了了 不悦喊都什么时候 还在那里为了小事吵吵闹闹 个人的恩怨放一边 先处理鬼子的事 恰巧李平走到房门口 听到牧尘神尊的喊声 纳闷他们怎么了 是在吵架吗 结果周天奇马上换了脸色 说没有 问李平怎么出来 李平说鬼子出生了 大家可以进去 话才讲完 一大群人快速的奔进去 映入眼年 使萧锦华双手捧着一个光球 蓝轻轻虚弱的躺在床上 鬼残伯守在一边 施文奇拉李瑞 靠近了萧锦华 不可置信眼前所见到 果真像清玄格所说 所谓的鬼子 真的是一团光球 施文奇好奇了 手指戳戳鬼子 鬼子竟发出婴儿般的叫声 纵能对此状况 惊呼不已 悟成神尊换了领圣妖网 现在没时间惊讶 得赶快把鬼子送走 领圣妖网回过神了 对萧锦华伸出手 萧锦华万般不舍 看着鬼子说 孩子不是爹无情 为了让你能活下来 爹只能这样做了 将鬼子交到了领圣妖网的手上 领圣妖网小心翼翼收好鬼子 与雪破眼神示意 袖子一挥 两个人消失不见了 蓝轻轻一见鬼子不见 心急如焚地欲起床 鬼厂婆立即的祖子 指她刚身亡 身体非常的虚弱 不能乱移动 李平也快步走到蓝轻轻旁 让她别担心啊 他们是把鬼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蓝轻轻看向了萧锦华 萧锦华点点头 这时 清玄叫了鬼差二字 不一会儿 两名穿官府的鬼差 恭敬地出现在清玄的面前 清玄不看萧锦华说 跟蓝轻轻告别吧 第五十一章 萧锦华鞠躬 由衷地感谢清玄 对蓝轻轻说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以后她不能陪她了 如果遇到不能解决的事 可以来找他们帮忙 他们都是大好人 蓝轻轻紧张不安地问萧锦华 要去哪里 去多久 会很久才回来吗 萧锦华面有蓝色的回 她触犯了冥界的律法 现在要回冥界寿法 她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人间 所以她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万一她很久都不能回来 她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 就不要等她了 她不会怪她的 蓝轻轻不停地说不要 她只要她 不管多久 她都会等她回来 萧锦华舍不得了 看泪流满面的蓝轻轻 感触而说 这一世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虽很短暂 但这些时光 只那么的美好 美到让她忘记前世事 他们相爱 却不能相守的痛苦 她已经很满足了 蓝轻轻的眼泪掉得更凶 施文奇跟李瑞颖也平平地擦眼泪 萧锦华讲完话擦去了眼泪 背对了蓝轻轻 任由鬼差绑上了铁链 鬼差绑好后 等候清玄下达命令 清玄跟李瑞颖说 她要先回明界 蓝轻轻就交给她了 李瑞颖回好 让清玄哥放心 清玄才跟鬼差他们一起回明界 见萧锦华消失了 蓝轻轻情绪激动 赶紧下床要去追萧锦华 但脚踩上地上一两步就跌倒了 李平跟施文奇李瑞颖 立即而查看她的情形 鬼差婆飘到蓝轻轻前 喊要坐月子的人 还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要是落下病根 那下半辈子可就难受了 嘴里不停地唠叨 牧尘神尊脸上大写着不耐访 给周天琪看 周天琪明了 叫大伤带走鬼差婆 见蓝轻轻伤心的模样 牧尘神尊竟对蓝轻轻说 在乎的人离开 确实很痛苦 但留下的人 若一直沉浸在痛苦里 只会让自己陷入深渊里 再也爬不起来 活着才会有希望 此刻的蓝轻轻 听不进去牧尘神尊的话 只是一昧的哭泣 而李瑞颖听见了 他疑问地转头看牧尘神尊 却发现牧尘神尊也在看自己 问牧尘神尊 刚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牧尘神尊表情无畏杂成了 不回答李瑞颖的问题 只是一直看着李瑞颖 李瑞颖头次觉得 牧尘神尊好像和往常不太一样 好像心事重重 而且他看他的眼神 好似在看一位固有 既熟悉又很陌生 难道他与牧尘神尊 在前世就认识了吗 可能吗 如果认识 那牧尘神尊应该在初次见面时 就跟他说了 可他却没有啊 李瑞颖摇晃了头 认为是自己在瞎乱想 现在最重要 还是先照顾好蓝青青 其他的不去乱想 第52章 为了不让鬼子被发现 林圣腰网想到 将鬼子的魂魄移入幼虎的体内 以虎主的身份长大 将天地发现时 有九尾虎主当他的靠山 天地也不敢伤害他 牧尘神尊一听 觉得这个方法好 如果能将他移入幼虎的体内 有九尾虎主的庇护 鬼子定能安然的长大 只是这法子的前提 是要有一具幼虎的身体 总不能为了他 去杀害幼虎吧 所以林圣腰网与血破 先带鬼子回幼界藏好 然后再找寻合适的幼虎 最好是刚过世的 年纪又与鬼子相仿 这样施法的成功率会更高 另一边敏见 萧锦华被罚入地狱 受罚一千年 大家知道这消息 说清选判太重了 蓝青青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晕厥过去了 醒来后 每日以泪洗面 李平陪在身边安慰 对他 李瑞颖每天都在等清选回来 周天琪知道 他想跟清选谈萧锦华的事 担忧他的身体会吃不消 守在一边 过了几日 清选终于回来 李瑞颖顶着超黑的眼圈 迎接清选 清选一见他憔悴的模样 心疼不已 但李瑞颖一心只想帮 萧锦华说情 这让清选忍不住而窥探 说他是冥王 冥界的规矩是他制定下的 纵使萧锦华的处境令人惋惜 但萧锦华犯错在先 如果因为侧隐之心 牢过萧锦华 那么他又该怎么管理明界 那些不服从他的恶鬼 岂不趁此机会作乱 这些话 李瑞颖都懂 可他还是舍不得 看萧锦华与蓝清清 这对苦命人再一次的相爱 又不能相守的痛苦 清选无奈 说他自有安排 要李瑞颖照顾身体 他从冥界赶回来 不是要看他折磨自己 李瑞颖想再说什么 清选却反常的别过头离开 这让李瑞颖待在原地 因为这是清选哥第一次这般对他 难道清选哥在冥界发生什么事吗 还是他的胡搅蛮缠 让清选哥心烦了 负面的情绪 不断地涌上李瑞颖的心头 他好想跟清选哥问清楚 但他不敢 因为他害怕清选哥会讨厌自己 于是李瑞每天小心翼翼 观察清选哥的一举一动 当他想靠近清选哥时 清选哥却自动地回避到另一边 或者走开 每次都是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对上了清选的背影 这让李瑞颖很是难过 漸漸地也跟清选哥保持了距离 阿里知道李瑞颖心情不好 在旁的安慰他 要他别怪清选 因为清选的处境也很为难 李瑞颖知道清选哥的难处 问阿里 清选哥是不是讨厌自己 阿里肯定的回不可能 因为清选很重视他 李瑞颖苦着一张脸 回要是重视 那清选哥为什么不跟他讲话 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距离 阿里说 他也不知道 可能民间又发生让他心烦的事 他不想影响他的情绪 才会疏离 依照清选的性质 确实是他会做的事 李瑞颖回 嗯 一声 就安静下来 阿里也不晓得该说什么 才能让李瑞颖的心情好起来 只好默默地陪在身边 阿里肯定的心情好起来